周末假期来关心马总统 他今天的行程一大早呢 到了新竹来参加单车成年礼的活动 我们请陈维如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主播各位观众 总统周末假期早早 五点多就起床来到新竹了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总统要陪一群16岁的青少年 一起参加单车成年礼的活动 那么这个呢 也是马总统在竞选时候提出来的证件 希望小朋友们呢 都可以用单车来环岛 来达成一个成年礼的仪式 那么总统呢 他刚刚呢 也对这些小朋友在行前呢 有这个赶快机会教育一下 来看一下少岛之前总统怎么说 所有的运动 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一个字 什么字 懒 对了 只要不懒 只要不lazy 告诉各位都做得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 年轻人就要拿出这样的勇气出来 75岁的刘爷爷 都做得到 你怕什么 对不对啊 对 那自己骑单车的经验 也不忘丁宁这些青少年 不要一心二用 速度不要太快 那么当然暖身操也是少不了 竟然速度有点跟不上不过总统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哦 那么其实呢早在行前呢 幕僚就已经帮总统把各式各样的像是水壶 还有总统在路上补给必须要吃的巧克力 通通都帮他装到了他的自行车上面了 那么总统今天呢他要小事身手挑战 20公里就要接着赶行程了 稍后现场有任何最新的情形 我们随时给听传播报道 主播 好我们看到就是马总统今天参加这场单车成年礼 而且自己也要挑战其单车上百公里 我们再稍后随时来自现场最新的连线报道